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Python语句的第二节课 我们先复习一下昨天的知识 昨天我们讲了print语句 然后呢我们讲了控制流 控制流语句呢 它有两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条件和执行代码块 我们昨天讲到了if控制流 它呢最基本的格式如下 一副expression 然后呢它中间使用一个冒号来截断它的语句 它的条件语句 然后呢在它的下一行使用四个缩进 四个空格缩进以后 再往下面去写它的执行代码块 所以说呢除了它的基本组成部分以外 我们得时刻注意到它的格式 这个冒号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Python的格式还没有简单到那么粗糙的地步 然后呢也就是它的缩进了 缩进呢尽量用四个空格 因为在你很多的一些文本里面 你也可以使用字表符来呈现这个缩进 但是请切记一定要使用四个空格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的代码的一个统一 不会说在不同的文件的交互使用上面产生一些错误 而后的话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就是说它的条件表达式 也就是ifexpression 它这个expression它的计算结果呢 必须视为真的 比如说你要去写if 你可能讲这个是假的 你这样去写 这是绝对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force的计算结果 它其实是一个force的波值 所以当你要去书写force的时候 记住是if not true 这一点大家要永远记住 它的结果表达式必须为真 它才可以执行下去 然后我们来继续要讲今天的一个新的语句了 while while语句呢 它是一个循环语句 包括它的后面的for啊 for语句 它都是一个循环语句 while的基本格式呢 其实和if是很相似的 就是while 空格 后面再跟上你的条件 expression 之后呢 再跟上一个冒号 接下来空行 到下一行的时候呢 用四个空格表达缩近 再去书写你的一个执行代码块 这个格式是一致的 我们现在上代码 来看一看它的基本输出 我们打开ulipend 创建一个文件 然后呢 我们来写个基本的输出 记住了 这个条件执行结果 必须是为true的 这个 和 我们的e-f 里面 说过的这个 1.2哈 这个重点是一致的 就是说 它的条件执行 它的表达式 计算出来的结果 它必须是为true的 所以我这边就直接先写个true啊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输入我的一个执行 代码块 然后我们来跑一跑 大家可以看到啊 它就是一直就在往下跑了 这个也看不出来 它到底是跑了什么 我们呢 再给它加上一个新的思路啊 也就是常用的 比如说 我在它的执行块之前 先定义一个整形 然后呢 每一次一个循环的时候呢 我就给它加上个1 我们再输出x 先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就说呢 它就一直往下跑 一直加1了 while呢 如果你没有给它明确的一个结果啊 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切断 什么时候跳出的话 那它呢 就会永无止境的跑下去 只要把你的内存吃光啊 然后就死机了 所以说 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如果你们在命令行里面 要去测试的时候呢 看到这种死机的情况啊 就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用Condry加C啊 大家可以看到 Condry加C的时候呢 就可以把它给自断切断了 while呢 它有三个基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它的语句里面 来方便我们来切断结束 以及在结束以后 去执行什么代码 我们先来看这个brink 它这个brink呢 是完完全全的结束 while这个语句 我们这边来做个测试 我们每一次的时候呢 这边都会加1嘛 所以说它肯定是 12345这样的一个顺序 而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切断 我们利用上我们开始的 if语句啊 if x呢 大于5的时候 咱们写个大点 大于20的时候 它呢 就切断 brink 这个brink呢 也就代表了 我们这个while语句的一个切断方式了 我们这边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while呢 自动的在它x加到21的时候啊 它也就是大于了20了 满足了这个结果了 它呢 则切断了 直接的 完全的把这个while语句给终止掉了 这也就是brink的一个作用 而后我们来讲讲这个continue 在讲continue之前呢 我们再来用尾代码来梳理一下这个while的一个支行顺序 我们来写个注释 假如为真实 也就是while true 而后呢 x自帧1 这是它的第一步 输出x 接下来是3 当x大于20时 跳出中尺循环 这是我们这个下面的这个while语句的一个维代码 while语句呢 它是不断循环下去的 它为什么叫循环语句呢 其实意思是这样的 首先 它会从我们的第一步往下面跑啊 123 跑完以后呢 跑到了第三步的时候 又自动回到了第一步 123 而这个continue呢 就可以让你不用跑完这所有的三步 在你想要它返回到第一步 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呢 它就让你给自动返回了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个brink语句嘛 它会在x大于20的时候来终止这个while 如果我们在这边加个continue 加了continue以后呢 其实也就间接的代表了 下面的语句就执行不到了 因为continue呢 它又自动的跑回了这个第一步 也就是说这个while语句 最后也就是从1到2 从1到2 121212这样的循环下去 3就不关它的事了 我们这边可以测试一下 大家继续看 它依然就开始进入了一个 亢奋的死循环状态啊 就不断的要跑 这个也就是continue的一个作用了 它呢可以直接跳出当下的这一轮 再重新开始新的一轮 这也就是continue的一个作用 接下来这个else呢 else它和if的else其实很相像的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这个还在死循环啊 就把它切断了 在我们的while这个主体语句 执行完毕以后 然后如果我们在下面跟那个else 它呢则会进入下面的这个代码 也就是执行完以后 再执行这个else里面的东西 我们再把这个continue先注视一下啊 因为它就跑不到最下面了 我们这样看一看 行不行 大家看到这是不行的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阐述过一个概念 这个else啊 它是在while跑完以后 这个跑完其中不包括用这个brink给你强行掐断 如果你brink了 那它其实啊 是跳出了这整个的代码断了 它并不只是跳出了 掐断了这个while 而是呢 将整个的包括else的也一起掐断了 这一点大家要记住 else它只管你 非brink的情况 也就是说你while完整无物的跑完以后 它才会执行else的代码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一看 continue是否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先让它完整的跑完 然后再示范一下continue啊 要完整的跑完呢 我们就不能让它一直为tue了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改成x小于20 因为它开始的时候是1嘛 所以说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 这个x小于20 它的这个条件是成立的 是返回了一个tue的负布尔值 往后呢 我们每一次加1 但是当它加一直加下去 经过了20次一个循环以后呢 x的值就大于20了 那while就肯定自动结束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代码先注释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大家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else的代码它就顺利执行了 这个也就是我所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else它不可与break合用 如果你else后面是有至关重要的语句的话 请去检查你while的这个代码断里面 到底有没有brink 有brink的话 你的else是执行不了的 但是continue会不会这样呢 我们来试一试 假设我们把这个continue就放在这个输出的前面啊 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输出了嘛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它虽然没有输出 但是呢它还是正常的跑完了else里面的这个代码块 这点大家请注意 就说else是不可以brink合用的 但它呢可以与continue合用 我们的while语句概念也就是这么多啊 东西不是太多 大家千万一定要注意 也就是我这个2.3节里面讲到的啊 就是你写while的时候呢 千万不要让它一直的无邪的这样的执行下去啊 一定要给它一个break语句 一定要想到它是什么时候终止的 否则的话呢 它就会进入一个传说中的死循环当中了啊 因为死循环的话 你的代码呢 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跑了 比如说我这里面 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语句啊 但是呢 它是永远跑不到这里的 因为while这里呢 就会一直阻塞在这里 这就是一个阻塞的概念了 像我们的很多的一个服务器啊 比如说像那个python 他自己会搞一些服务器嘛 就是web服务器之类的东西 他们呢 也是用主射的方式 让这个服务器啊 就是不会挂掉啊 但是我们的普通应用里面 就不要这么扭插了 一般来说 当你操作数据的时候呢 你一定要记住 想想看 它到底是什么时候会终止 什么时候该终止 然后在while里面写上 这个是非常注意到的 否则的话 你的程序就很容易出问题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这个for语句啊 for语句呢 它和前面两个控制流语句呢 它都有些不同 它的基本格式呢 是在这里面已经大家可以看得到了 首先我们写一个for 然后用空格来间断 后面呢 再跟上一个迭代器里面的一个元素 然后呢 也就是你要使用的这个元素啊 就是说在这个代码之音块里面要使用的元素 也就是在这里定义了 然后呢 印印了什么呢 印了一个后面的这个可以迭代的对象 例如像我们的list 包括我们的字符串 都是可以迭代的对象 这边的话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让它注释啊 在幽灵派的里面注释有个比较方便的方法 选中它以后按住Ctrl啊 Ctrl再加上一个问号啊 你们看到那个问号没有 就是键盘shift旁边那个问号 这样的话呢 它就可以给你打开注释了 如果你们呢 想关闭注释呢 就是选中它以后 Ctrl再加上一个反斜杠啊 反斜杠那个键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它关闭注释了 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个迭代 比如说forxin 我们先首先来定一个字符串啊 我们来输出一下它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把它的每一个啊 每一个字符给一个一个的输出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使用一个方法 来把它变成啊 一个空格的 这个时候呢 它之间就出现了一些多余的空格了 那我不要空格嘛 我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点Split 然后呢 把它的空格去掉 这样的话呢 这后面的这个就不再是字符串了 它这里呢 则变成了一个宿主啊 变成了一个list 我们来输出一下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直接以空格 来作为一个分割 分割以后分成了一个list list的每一项呢 其实都是变成了这个单词了啊 都变成了单词 以后呢 我们还可以去使用一个方法 这个在后面会讲 接下来我们加上个d号 让它用一行来写实出来 这样的话就和我们原来的文本是一样的了 for的基本组成部分呢 和while是一样的 而且呢 原理上也是一样的 blink跳出了for整个的循环语句 continue跳出了for的当前的循环 而else呢 则是在for全部结束以后 再进行一个代码块的执行 这里面呢 else的执行方式和执行条件 也和while是一样的 不惜我们可以来试一试 比如说我们这边直接加入一个brick 然后呢 我们加个else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什么都没有输出的 然后呢 我们加个continue continue呢 它是可以的 这边大家要注意一下了 我们的else哈 是绝对不可以与brick合用的 其他的就没有关系了 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非常需要的 在for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了 也就是说呢 for的最后一个迭代值啊 它会一直保留在你这个语句的结束完以后 我们这边看一看 我们首先呢 每一次哈都是从这个迭代对象里面迭代出一个x出来 而这个x呢 其实在你这个语句结束以后 它依然存在 我们不幸输出下printx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每一次啊 输出迭代以后 其实到了最后一个循环的时候呢 它输出的是哈哈哈哈嘛 比如说我们把continue去掉 然后输出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两个哈哈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for的代码块执行完以后 进入了else这个代码块 这个代码块里面呢 它保留了这个x的最后一个迭代值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谨记 因为你有些时候的话 可能会重复的去定义一个迭代值 但是这个迭代值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并不是空 而是变成了你上一次for循环里面的最后一个迭代值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让你的程序出现一个混乱啊 这个有时候碰到了 都不知道是原因在哪里 所以说要清楚这个概念 才不容易出这种问题 最后的话 我又要翻来覆去了啊 今天的概念课已经讲完了 但是这个布尔值呢 我在上节课里面已经有了一些概念上的讲解 然后今天我再来翻过来 再来讲一下这个布尔值 这个布尔值它是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 它呢是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我们这个python的懒惰即美德的这个优点 它呢又叫为惰性求值啊 它也叫做短路逻辑啊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边给大家做一个例子 例如啊 我们可能有一个布尔值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呢 按照这个布尔值的一个计算方式哈 首先它肯定会有一个返回的结果嘛 这里面的话 我们还记不记得and 它最后会返回一个什么结果呢 只要其中有一个为force 那它返回的就是force 不信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一段代码块 它到底是如何去执行的呢 这个就牵扯到python里面的一个惰性求值了啊 这个布尔值 它就是一个非常偷懒的一个东西 它呢 首先啊 它是从左到右的 也就是说从先到后的一个求值 它一个一个的把你这个东西啊 从先到后看啊 比如说第一个是chue 它就往下执行 然后呢 它第二次是force的时候啊 它后面呢 它就不管你了 它就直接给你返回一个force 后面呢 它其实它都没有去管了 它只要看到有一个是force了 它就后面呢 它就不给你计算 这里就是所谓的惰性求值 短路逻辑啊 这也就是python里面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 然后呢 这里面 可能我们要去利用它的一个使用 有些时候啊 你们要去写一个 要同时满足很多个条件的 那你们呢 可以把一些 最容易出现force的 算法放在前面 而后的话 把一些运算量很大 但是呢 其实它很多时候是为chue的的 放在后面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出来啊 这个东西就不用去 因为python里面 它并不会把你这个东西全部给算一遍 而是从左到右 从先到后的 给你算出 只要有一个force 它后面就不给你执行了 这个也就是一个思路啊 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时候可以很多 很大可能的节省你们的 程序的性能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小技巧了 我们有些时候啊 比如说 我们可能从网页嘛 项目的网页 我来打开一个 随便打开一个给大家 十万个人笑话啊 这个就算了 这个也算了 看一看 现在全部都是伪静态啊 所以看一个有后缀的也看不到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有 就有这个后面的参数了 比如说像我们在HTML里面吧 它就有一个参数 后面都会跟一些基本的参数 比如说像这个126哈 它这里面就有个统计了 它统计你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 刚刚是从这个126来的嘛 因为他们要做一下 看看哪个来源更多啊 哪个来源少 以方便去做优化 然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后面有一个参数 有些时候呢 像我们在程序里面啊 去获取这个参数变量 我们可能要写一个 变量 然后在程序里面要得到它嘛 那么可能是 url啊 点get 然后呢 获取这个参数名 也就是这个from哈 from的参数名 然后呢 有些时候 它可以得到 比如说它是从这个126mail来的 但是有些时候呢 它可能是个空值 就说没有这个 没有后面的这个参数 那这个时候的话 是空值的话 我程序还是要往下运行下去嘛 那我怎么办 我可以写成这样 url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程序啊 它首先它会去看一看 这个前面啊 这里面有没有值 它没有值的话呢 它就会采用这个none的词 这个也是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了啊 也希望大家能活学活用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